好 同样也引起各界关注的呢 还有即将在后天要在立法院进行三读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不过呢 光是家户总所得要怎么样计算 还有呢 保费的范围该包含哪一些呢 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取得各界的共识 所以眼看呢 就要逐条审查了 却还是争议很大 攸关全民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立法院7号周二将逐条审查条文 二代健保用扩大废机不再只针对薪资 而是把家户总所得列入计费 不过民间团体却发现 草案只增加了固定薪资及奖金加班费等收入 先前讨论的股票 土地交易所得等资本利得都没有列进去 对于有钱人的所谓证券交易所得 期货交易所得 土地交易所得 乃至于海外所得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这对有钱人来讲 占他所得里面的话大宗却不计算入所得 那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跟结果 其实会加重一般的受薪阶级的负担 除了所得计算范围有争议 民众保费收取方式也被外界批评不公平 因为行政院版本法65岁以下 家庭主妇及失业者每个月17280元的国民年金投保金额 也当成家户所得来计算 这样一来反而会造成这些没有收入的人 保费负担更多 但每个月领6万块退休凤的退休人员 却一毛健保费都不用缴 一个虚拟来的废机 让一个真正穷的人来增加这个保费的负担 这事实上完全不符合二代健保原先的规划设计 你不用国保计算的话要交700多块 你说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你说他有币 我承认 因为全世界就没有一个100分的方法 如果说是币 那你看他没有利 如果税制那边没有去做大的改变 那让健保局就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也需要税监单位的帮忙 杨志良强调 二代健保虽然大家对结果可能都不满意 但是保费负担还是会比限制的公平 你看下周二就要进行二代健保的三读 能不能顺利闯关还是未知数 记者来视频徐起风台湾报道 我朋友结果